哈喽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次就要来打这个热斗悟空传GT篇啦 这次要用的队伍是第七宇宙代表啦 如果是有抽到六周年的其中一张 不管是悟空或者Begita都好 想要通关这个关卡应该是相当的简单啦 不过我个人是没抽到啦 所以就用这支历界王兰超兰悟空啦 队长技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啦 都有攻防170% 只是我个人是怕这一张会中途暴毙吧 有一点压呗 不过他的猛烈的地方是在于 给他机会一发主动机下去 真的是会猛到爆炸 然后主力攻击嘛 我看大概应该是这一张了吧 克林跟人造人18号 之前给他叠上来 哇 那个攻击能力 简直就是超绝强 尤其最后一关的悟空是技术的 所以这一张夫妇会很强一下 克林18号 这两夫妻 而且他本身的攻防也是有达到180%啦 而且只要取得至七役五个以上 然后必杀技最佳发动 他的必杀又是大幅上升 所以50%50%这样提上去还算是OK的 然后这一张 我也是靠他来打最后的悟空了 哈哈哈 好友这边我是选择了这一张 极大啦 比起悟空来说 我觉得 保险会比较保险一点 而且他的复活条件会比较简单 被打到七下以上就可以了 这么长的战斗中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可是就是血量50%以下的场合才可以复活啦 我最怕的点就是满血直接被K掉 那一刻就真的是武力回天了 老实说 第七宇宙这边会特别强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啦 拳王的supporter memory 攻防整个战斗中 攻防加4% 非常非常的猛 好 队伍大致上就这样子啦 那么来打打看 Let's go 希望OK 希望可以 这次打起来真的是特别抖就是了 首先这一张 历界王悟空 我是打算让他夺被打击一下啦 尽快的把那个 攻防能力给叠上来 21万跟10万 就这么个牌法就行了 我想一下我考虑一下 我看 就这样子啦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还是这么个牌法 暂时先这样 暂时先这个样子 剩下的再看看怎么样 OK 攻防上升 200万 果然就是多了那个10%的攻防 确实是很有用 这一张的话是免费卡 攻防无限上升 在这边的话我觉得 应该会相当好用啦 哇 一来就这样子 应该是可以吧 高切力 nice 而且重点呢 就是它的 宇宙生存片的普助啦 攻防上升 它up 然后还有气力普助 这一个就非常有用 这一个就非常有用 所以 打不过是最好啦 尽量先累积这个攻击 被多打几下是最好的 最好的 好 这个让极异悟空 把他的攻防 攻防尽量跌 尽量跌 能跌多少就跌多少 因为 后期真的是太恐怖了 我个人是承受不住啦 漂亮 漂亮 服服 嗯 这一点 的话 我先看一下 这个 克林服服是要 攻击 四六塔 V尼 只要他攻击 就可以了 这么个白法 好了 然后他要吃到五颗之 之属主 OK 有 然后最后嘛 再来 这个样子 欸 可以跌攻就行了 然后这边 多数是可以开到两次比赛 那么就是 可以跌到60%的攻防 OK OK 可以 然后这边悟空也是尽量让他多被打击一下 前期攻击力度还没那么高的时候 快快跌上去啦 因为我的队伍就是 第七以后的角色有限 能用的都要把他上进 OK 直接破百万了 70万 80万是吗 然后刚才开场 同时在百万 只有 然后这边就是联机减高就好了 再来 OK 可以 只要攻击他的那个攻防能力就会上升 可以可以 完全可以 OK 没有联机 稍微可惜 没想到我暂时要怎么更弄法 稍微思考一下 A800是最后一位好了 这边的攻击强度应该是 不至于会 不至于会打死对方 好好好 这样子 前期我尽量打慢一点 虽然说 帝气都是很强的那边 可是我的角色不强啊 重点就是 我的角色不强啊 哦 nice 尽量的叠上来 诶 我这张吉悟空老师说 看到一大堆人都抽到才行 我却一路都没有 呀 客属 诶 8万赌发的 诶 鸡匠 诶 有鸡匠的补助就是好 攻防40% 好 超猛的 痛 诶 再到维基塔 刚才忘了看血量 我这一队的血量好像不是太足了 啊 连击 维基塔没有被打到 没有被打到七下的话 他的复活技能是不会触法的 这一点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啊 死了 嗯 可以 没问题 哇 靠 没关系 没关系 嗯 让鸡匠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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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九颗猪 九颗 这边 我看 回血 回血 43万啊 血量不是很高 鬼尖能跟天津饭 可以啦 这个开在这边 安心安心安心 二零跟四八号 然后会先转 天津饭 队伍就是这样set好了 然后就让他们慢慢的把攻防给叠上去就行了 提鼠那一张 除灶机悟空 我是有一点点怕怕的啦 再就是 它好像回合速到啦 回合速到它的就 哦 它這個高確率是常有的 哦 回合速到的那一個是隸屬的 啊 我搞錯了 搞錯了 欸 這邊就赤豬回血 嗯 早一點開到 必殺兜 欸 早一點開到Dokanwood也沒關係 重點就是Dokanwood開到的時機要沒啦 不這麼講究 只要10斤沒就好了 OK 防禦力疊上來 啊 連擊破攻 連擊必殺那該多好 哎呀 我搞錯了 那個激將我應該不讓它開超必殺才對的 這攻擊力有點太過爆了 前期的悟空還弱弱得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盡量把攻防給疊上來 OK Nice 這隻的話就不指望它的攻擊力了 只要它的防禦力可以疊上來就行 嗯 OK 這隻就讓17斤 這個兩夫妻上去扛一扛好了 畢竟是想要盡量把他們的攻防給拉上來 欸 多謝 哈哈 那麼這一邊的話就讓悟空發揮啦 來看一下 17萬的防禦力26萬 哦 16萬 欸 激將的普助是40%的關係啦 才有這麼高 嗯 這一邊的話 啊 激將開到超必殺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啦 OK 給它去 哦 哦 必殺來了 應該扛得住啦 17萬的防禦力再加克爾蘇8萬 而還是有點痛 而且還把我的防禦力給降下來 嘖 嘖 嘖 欸 Ijio by Kaioken Ijio by Goto Kaioken Kamehameha 超長的它的名字 呵呵 這邊主要就是想要把它的 欸 哦 原來超山霧空是會迴避的啊 我第一次遇到它迴避耶 嘿嘿 這點就不要打得那麼快 慢一點慢一點 稍微拖一下 對啊 沒有轉到珠 沒有轉到珠 啊 那麼就讓激將上去先 扛一下嗎 可以吧 可以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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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就是這樣子 這邊的普助夠多 所以沒關係 哈哈 兩個普助 一個40% 一個30% 70%的普助 防禦力夠高 不怕 不怕被打過 哇 這一邊連擊 Kamehameha 來 把這個 OK 跌到滿了 496萬 nice 我最怕的就是這個 來啦 還行 還在接受範圍內吧 好 還以為我要掛了 哈哈 OK 激異悟空 天性的 可以可以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以 這邊的話 我看就這麼個白髮 好了 激異悟空 可以破 可以破屬性 然後我就不回血 靠這赤豬回血 好了吧 這邊可以完整的打出傷害 欸 不死啊 欸 nice 不愧是草稿缺利 哈哈 欸 夠啦 這一邊 的話 OK 欸 復活 哇 這一邊是會觸發復活啦 但是 沒什麼想要用在這一邊喔 這邊還在前期 不要啦 就吃一個射擊 30%的 補血 哎呀 又是沒有 沒有五顆自屬豬 豬子不太夠 不是太理想 不是太理想 好 好吧 這一邊都看mood開的 好像有點浪費就是了 哈哈 OK 可以 扛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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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就算是這個 五千老四跟天津犯 攻擊力也是不錯啦 兩百萬 還行 不過這一輪的 這一次我再用這個 十八號克林 他們的轉組不是那麼順暢 怪怪的 哦 威力蠻大的 扛在陷阱 這邊就算掛掉也不怕 主要就是 後尾後尾還有一個復活加持 哈哈 可是這一邊 這邊 全部人的防禦力都夠高 還是北極大上去扛好了 順便累積一些那個 沒有補到血 20萬的防禦力啊 20萬的防禦力 轟不轟得死這一張呢 轟不死我可能會死 然後又沒有觸發復活 欸 我有點怕 不過剩下兩個關卡 我稍微思考一下 趕趕給他錯啦 來 劍吉他 看劍吉他發揮 嗚呼 我怕 nice 果然就是要趕 希望 維吉他可以三連擊啊 再來 哇 奇 22萬 超痛 還好過了 哈哈 還好過了 不過 我的血量已經就是 要死了 要死了 這邊的話 直接請這個啦 要死了 643萬 nice 1 2 3 4 5 欸 無可有 然後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接著嘛 這一邊是 我肯定要用一個 12G 因為想說 打快一點的話 這個威士 直接出掉他 這樣的話這一回合 應該是可以無傷 主要就是 要保護我的 龜仙人跟 天津犯 627萬 然後這邊是 有 悟空的 那個攻擊力 加持 扶住 哇 攻擊扶住 再來 欸 OK 普攻100萬的級別了 哈哈 384萬 哈哈 怎麼說呢 這就是一張 免費的 扶住卡 我就知道 專挑弱點來炸 沒關係 我兩個 阿乾 嚇嘍 沒在怕的 對 對 這邊的話 這個樣子 再來 這個樣子 可以 炸 欸欸欸 哎呀 選錯了 沒有開到炸屁殺 稍微有點浪費 400S 怎麼說呢 這個Begita已經開了三路 好友的Begita 可是 攻擊力也就只有400 400出萬萬 稍微可惜了一點 哇 這個 有一點 壓力耶 這邊打不死的話 下一回合 會 受到蠻重的傷 應該說 下一回合的 補助是蠻多的啦 有一個 沒有一個 來 看 誒 好孩子 壞孩子 睡睡前 怎麼個敗法好嘞 剩下一個道具罷了喔 诶,多谢哦 这边中一发比赛应该会死吧 我看,嗯... 虽然说普助会少了一些 好,好,好,就这样子 没什么好选的吧 哎呀,可惜了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那,可以啦,给他过 这是没办法的 哎呦,218万 全闪 这只免费的吉悟孔 真的是超级好用 超级超级的好用 OK,多给我 跌多几次攻击啊 哦,那一款西马斯 漂亮 哎,不过这个打的怎么说呢 不会有太过害怕的感觉吧 第七宇宙战队 就是这么的猛 让人这么的安心 OK,给其他伤 继续被打 也其他继续被打 总之就是把他的条件 触发到就可以了 哇,还好还好还好 我还以为是超级超级 这么恶心 先攻大招 漂亮啊 哈哈 嗯,这一边的话 看一下怎么更高法 嗯,肯定是这样子的吧 那么这一轮的话 哇,我稍微思考一下 要不要开刀剧 因为悟空才25万的防御力 如果一发龙泉过来 哎呀,我搞错 哎呀 我应该让龟仙人走前面才对的 多虚 一发龟派气功过来 一发龙泉过来 我会死 先把威斯给开下去好了 因为我也判断不出 他到底会开在哪里 他的币少 先上先上 来 克林18号 お願いします 哎呀 少了 少了龟仙人跟那个天警犯 攻防能力差了好多 没关系 这一边的话 是有炎剂的 哈哈 再来 Yes My heart 三连法 这一只 就是我用来打 打这个 龙泉悟空的王牌 哈哈 全力龙泉悟空 这个真的是 我期待他未来这个 技术的 全力超市悟空的 季仙者 OK 可以 躺住了 但是 我 之后就很危险 哇 打到 会抖咧 哈哈哈 主动剂 主动剂先请上去好不好 他主动剂是什么效果了 太久没用了 我有点忘了 或者说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 超级大伤害啊 可以啦 直接请 我 我 你 可以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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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爽 可是 就 只 只有最末一样的伤害 哈哈 我的 极悟空 喔 三十二萬 NICE 這個龍天超巿弧空的攻擊 也避免太多了吧 真的是很依賴Begita 四百九十八 欸 剛剛好 有補助 有補助 這張Begita我個人還是對他的 超必殺 就是他在出終極閃光之間 欸 終... Final Attack之間啦喔 他嘴巴一直在動 可是 沒有出聲音 整個畫面看起來就是那麼的不協調 Suge 喔喔喔喔喔 欸 守護丁這一輪 這一Round 有機會 有機會 沒問題 沒問題 30多 40萬 而且再加上克屬 哈哈 氣死的 雞將 請請 再來 欸 沒有人有 不過... 沒關係 欸 就讓克林夫婦 上場吧 嗯...這邊的話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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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是沒有任何的道具了啦 但是... 信心還是有的 可靈夫婦 請請請請請 50萬,好啦 靠勒靠勒 心臟 我還在想如果被閃掉的話 應該是OMG 不過沒關係,過啦 無精無險的過了,果然 這一個第七宇宙 比頭腦戰還穩有沒有 那個前方3R的 攻防4%加成 真的是太過nice了 可是我自己打了很久啦,太慢了 打得特別慢 主要還是在前期為了讓他們的 攻防能力給拉上來 慢慢的打啦,不急 又不是在做10天挑戰或什麼 我們要的就是穩 前期這幾個角色 像這一張 需要被打才可以增加攻防 然後剩下的疊攻疊防 的角色就需要盡量讓他們 把他們的攻防給疊上來了 保險保險 安全第一嘛 這個第七宇宙類別的任務 CLEAR 非常棒 這次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